麻烦先送我去到公司换身衣服 好的 我给你放后边吧 别别别 你帮个忙 你这是早点 什么意思啊 吃了 我把它吃了不用 我们公司有早餐 把这放后边 别别别 我妈每天都给我准备 两人以上的分量 就快一起吃了 别浪费 快加来一块吃 三明治 这还有包子呢 你妈这是东西合并啊 可不是吗 这么多 有种饿觉 妈妈觉得我饿 来 快吃 昨天管晚饭 今天早餐还要早饭 生活好灵致啊 谢谢啊 不客气 快快快快快 好 快快快快 福福 哥叔叔 再过两天您又能出院了 回去要好好休息 千万不能再生气了 千万要保持血压的稳定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不客气 听见了爸 爸 你吃苹果吧 好玩笑啊 行 垫上 不出院是个事 出院也是事 到底住哪儿还不知道 你看你昨天对雨晴的态度 哪好一丝 娶人家住啊 亲家 喂 亲家 怎么样啊今天 比亲家您好点没有 瞧亲家的精神头哪像是 刚动过手术的这个 你看 这是愈父愈母给你买的 最贵的米油桃 在中维生素的啊 都惦记着你的 想让你快点康复 吃完你就变齐天大生了 破费了啊 还是来吧 还买什么东西 这什么都不缺 对 不缺东西那是孩子孝顺 我们带东西啊 是我们的心意 您就收着吧 谢谢谢谢 谢谢 好 好 亲家 你这准备什么时候出院啊 都已经什么时候出院了呢 到后已经就出院了 对 爸 出院以后啊 去我那儿住 我来照顾你们 不 我不去 那我绝对不是 你们家住去了 这照理说呀 住院肯定是住老房子 是最合适的 我们也应该这个腾出来 可是你知道 就我们那房子吧 它为了挂牌 我就把所有家具 都给挪出去了 那装修队也进去翻新呢 你说这事这我们怎么办 怎么挪呀 怎么都得挪 我跟你说啊 再不寄啊 咱就找个小旅馆先住去 我听咱对门那说 说有一个地下室的单间租 挺便宜啊 不行的话 咱上那儿住上几个月去 那地下室怎么住人啊 那常年都不透光 又不通风的 老鼠蟑螂又多 这住几天不得憋住病来啊 雷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啊 现在一切都得以你爸为重 是 是 不好意思 李轩 大家都在呢 刚才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现在必须要解决的 就是我爸出院后 住哪儿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开个家庭会议 既然要开家庭会议 那必须要有纪律 有秩序 这里毕竟是医院 我们要保持安静 一会儿呢 大家不要七嘴八舌地讨论 有任何问题请举手 可以吗 嗯 那开始了 第一条 房子问题 到底怎么处理 什么怎么处理 请举手好吗 我们刚说完 这个问题不是已经有结论了吗 那是我跟贝贝的婚房 对 爸 你也举手好吗 好 好 那房子本来就是 宝儿的婚房 这条一直都没变过 既然爸妈都同意了 那我也不阻止 但是 他们住房子 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 房子不许过户 不许私资买卖 双方签下协定以后 我可以无偿让你居住三年 爸妈跟我走 我去哪儿 你们住哪儿 不是 你这个是有点 等等 看看您二姐说什么 第二条 就是关于网约车的问题 关震雷 车我已经给你停到楼下了 你随时可以开走 每个月付爸妈两千块钱 就当做是房租 你们这么多人举手怎么说啊 一个一个来吧 我反对 你刚不还说无偿吗 现在怎么又多出一房租来啊 对啊 这开网约车能赚多少钱啊 不过是养家糊口 两千块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太黑了 第一我这么做呢 是确保 关震雷能够努力地工作 第二 父母有家不能回 这个钱 就算是给父母的生活补贴 已经比外面的房租 低了很多的市场价 你还不满意吗 好了 第二条就这样 第三条 如果三个月停缴补贴 车子收回 半年停缴 房子也收回 那震雷那个钱就别交了爸的 我我反正我不用 爸你来把手换下吗 你看 爸都没说要交分子钱 你凭什么事得砸张口啊你 关震雷 车子房子你都没有权力说话 你可以不同意啊 还有我 那个 你这条件开得太突然了 让雷雷好好考虑考虑 再答复你可以吗 是 好啊 我可以给关震雷时间 让他去考虑 协议我照样会写好 刚才说的话 白纸黑字我全会写下来 关震雷 只要你同意 随时去公寓找我签字 我认为雨晴说的方案 合情合理 我赞同 既然大家都没什么可说的了 散会